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连线的是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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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碰面的我们的老朋友 以前在叶文打拳的时候 也常常在一起聊天 郑师成 郑大哥 哈喽 之前各位网友大家好 师成大哥是台湾的 我没有不恭敬的意思 是台湾的老媒体人 从以前中广的时候 对 没错 当年要进中广那多难 所以台湾的媒体发展时 一夜辛酸时都在郑大哥的肚子里 郑大哥 你怎么瘦那么多 你是不是最近也吃不起蛋 台湾的蛋都不会 不是吃不起蛋 就算你吃得起 他还买不到 一个月涨两次 你知道吗 台湾现在蛋 我开玩笑 台湾的蛋现在跟黄金一样 你知道吗 看到蛋好像看到老祖宗一样 哎呀太棒了 长期都是那个价钱 然后后来突然开始涨到说 一斤大概40块钱左右 但是我喜欢去买 现秤的一颗一颗蛋挑 我喜欢这样买 我们台湾叫杂货店 杂货店有卖那种现秤的 杂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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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蛋差不多三四块钱台币 然后后来发生什么事 就是台湾 我跟你讲台湾因为有所谓的禽流感 然后再加上世界各国也发生同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禁蛋就发生一些状况 然后台湾的这个蛋机呢 又这个生产量就变少 所以呢我们的农政单位呢 没有作为 因为我们的农政单位那个那个 长官呢 叫做这个陈吉仲 他是专门在拍领导人马屁的 根本就没有在想这些政务的事情 所以这样的事情一直严重 一直严重 一直严重 我们的这个立法机构的明代 王洪为最近就说啊 他说陈吉仲 这个事情从2019年就开始发生事情了 你根本没有处理吗 因为你的缺蛋已经不是一时 不是一个月两个月是很长期 我一直在讲说缺蛋啊 他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因为我们的进口主要都来自于日本 对不对 没错 好 那么11月日本停止进口之后 请问一下 主委农委会 你们做了些什么 有没有去考虑到 哇 日本不能进口了 我们要不要开拓我们其他进口的来源 或者超前部署 有没有做 委员讲得非常正确 所以那时候呢 我们也有考虑美国 可是美国更严重 所以美国跟日本同时因为情流感的 所以日本没有 美国没有 那到了最近 赶快再去找到澳洲 这不是最近 这个本来就有一直跟澳洲接洽 而且我们还是跟日本在那一边 同时在针对鸡蛋 另外呢 我请教主委 我们有没有曾经考虑到其他东南亚国家进口来源 呃 在去年没有 目前 要考虑的话 有几个前提 第一个 他一定要符合WHO的相关的检疫规划 当然 第二个 那进来的程序 也要跟农委会 衛福部的相关的程序 要依照规定 这两个前提 都克服了 解决了 他才有办法跟从 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 是要增加我们进口的来源吗 我当然知道我们国内的蛋农 并不希望我们开放进口 或过分开放进口 这只是短期的调节 对 但是 当消费者严重缺蛋的时候 当然要做 主委 我今天也好在这里 我特别提到 我可不可以 呃 时间暂停一下 我请一下我们经济部长 王美花王部长 请王部长 我为什么要请王部长上来 请问一下部长 我们的经贸人员 在国外有很多 在代表处有代表人员 是否曾经有协助 也就接到农委会 拜托 可以帮我们来找一下 有关于鸡蛋 或者其他的农产品的进口来源 有没有 这个我们都会听农 有没有吗 就有或没有 我的了解是没有 没有 好 所以我要跟你讲的就是 其实全球在抢粮食 去年 其实在新加坡 他们海南激发 没办 没有来源了 对不对 也是因为那时候马来西亚 不卖给他嘛 所以他们就尽量的去找来源 同样的鸡蛋 比如说以新加坡来说 他们鸡蛋进口量比我们多很多 可是他的进口的国家来源非常多 包含东南亚 为什么呢 东南亚就是这样 因为你都从澳洲这样子空运来台 你开玩笑 一颗多少钱 所以我觉得农委会一直没有做到的事 就是超前部署 所以为什么讲说 11份11月停止进口 然后你们就一直无线无线 像有些国家东南亚 像越南 为什么不考虑 因为他们有打疫苗 所以打疫苗 你先不要跟我讲 人家新加坡 我要讲 如果新加坡进口的 然后我们可不可以请我们的驻外人员 好我们经济部国贸局之外人员 来做协助 可不可以 刚才部长也跟我讲 王部长说 鸡蛋的部分有建设到国内的产业 因为毕竟还是要有专业防疫禽流感 而不是新加坡没有农业啊 所以他要进口什么都没关系 可是我们有打疫苗的 你就是没有做到 你去年就已经在缺蛋 然后11月结束之后 你没有超前部署 你不要说超前部署 你没有想到说 日本的进口断掉了 然后你现在该怎么办 所以啦 对不起啊 因为我时间到了 我时间到 我还是要跟主委讲 你太多的事情没有做好 所以我回到我第一个问题 我真的觉得 你给现在的新的内阁造成非常大的困扰 如果我是你 我是你 我立刻去请辞啦 你到现在还不口头请辞 你现在是要让部长请你走路吗 这样是不对的 好不好 不要光是讲说你要真正责任你负 责任来你就扛 怎么扛 下台走人好不好 我们会全力的照顾好农民 好 哎呀你个人的去流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从澳洲进口 五百万颗的鸡蛋 你知道之前五百万颗啊 台湾的缺蛋的情况啊 一天就吃完了 请问有什么用 我们中国人讲杯水车薪啊 一点用都没有啊 好 台湾现在从以前 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蛋会缺的 对 然后蛋涨价就是微幅涨 然后可能过年的钱会涨一下 或者是端午节啦 对 中秋节之前有大日子 稍微涨一点点 然后马上就回来了 那个调节是很平稳的 对 第二点是 台湾农产品 从来不是百分之百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 因为他是民生必需品 对 那个以前台独最喜欢笑大陆 说吃不起茶叶蛋 嗯哼 那你搞到台湾今天 不但吃不起茶叶蛋 是吃不起蛋 吃不起蛋 我刚笑说师辰大哥吃不起蛋 是真的吃不起 为什么呢 台湾现在啊 最最便宜的蛋一盒十颗 我有幸买到一盒十颗65块 但是这个是好像被雷炸咒 你看你看 对真的 那个表情 你平常要去买一盒85块的蛋 都买不到 那价值上偶尔 100块 一盒100块 140的 还有郭台铭的一盒200多块的蛋 你就一颗蛋 台币 二十几块的蛋都有很多 可是连的蛋 有时候抢都买不到 对 那从以前到现在 你想想看蒋经国 他在治理台湾的时候 他每天早上起床 他要看鸡蛋的价格 他要看猪肉的价格 他要管制糖的价格 盐的价格 为什么 因为老百姓最最需要的民生必需品 我再穷再苦 你要让我吃得起 你吃得起菜 吃得起蛋 对 现在搞到没有蛋 那几个原因 第一 起流感 第二 2022年又发生厄乌战争 厄乌战争就造成鸡市量 鸡市量涨价 对 价格大涨 对 那起流感是这样 如果一个养鸡场里面 他有爆发起流感 你就是养鸡场里面 几万只鸡全部都要扑杀 对 全面消毒 然后再放一段时间 然后再重新养 那这种事情 他只要发生了 你就要处理 所以刚刚施晨哥讲的没错 你农委会在干什么 你让一个 这个事情这样 已经搞了三年没弄好 然后蛋还越来越贵 还越来越缺 有钱人吃得起啊 因为他可以让管家 让用人去排队啊 他不用自己去排啊 施晨哥跟我 我们大家自己要工作 我们哪有时间 早上六点钟去排队 去抢蛋的配额啊 对不对 真的 所以我们吃不起啊 那 现在 送人家礼啊 最好的礼就是送一盒蛋 你什么时候听过 真的 这是硬通货 硬通货比 给人家现金还好 对啊 之前以前你如果送礼 送人家蛋 人家会翻脸的 你我家吃不起蛋啊 你送礼送蛋啊 现在送蛋啊 哎呀太好了 哎呦怎么只送一盒啊 送两盒 多送几盒啊 对不对 你知道台湾啊 我觉得这个像农委会 这个陈吉仲 因为我跟你讲 台湾这些官啊 这些官啊 不是用能力来 那个路来使用你 而是看你会被拍马屁 像陈吉仲跟蔡英文好得不得了 所以呢 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官员 有什么改组干嘛的 陈吉仲他就是不会下台 他不会做事 但是他也不用下台 因为他会拍马屁 可是他会拍马屁 用了这种昏庸的官啊 台湾的民众惨 民众就麻烦了 对不对 就连蛋都吃不到了 台湾很小啊 就是之所以不能原谅 是因为其实台湾很小 小小一个岛 两千三百万人 主要养蛋的养鸡 都是在中南部 对 可是呢 北部的都会区 蛋的消耗量大 所以现在缺蛋又变成是 中南部没有那么缺蛋 对 北部越是都会区 越缺蛋 对 那么短台湾又不是很大 对 南北开车也不过几小时就到了 那你 三百多公里而已 那你 对 你之所以你控管不了 我觉得除了第一 禽流感 禽流感不是今天才发生的 那也不是2019年发生 其实2019年之前也爆发过禽流感 这已经是就像感冒一样就是 是一个状况是一个灾难 但是是台湾的农业部门应该可以处理的 没错吧 对 不是第一次发生 对 所以禽流感应该怎么因应 你有一个标准的作业SOP 一二是N45 然后你就可以维持蛋供应不缺 没错 然后那个波动 蛋价波动或缺少也就是一两个月 不是搞到半年一年三年都没有蛋了 那所以啊 就算你有你有恶物战争 造成鸡赤料大涨 那个工部门你有很多可以调 了解的东西啊 你有政策工具啊 所以我在怀疑 我在怀疑 这里面有没有地方势力勾结 有没有人在想办法继续在赚这个差价的暴利 有没有人不希望蛋供应很好 因为蛋如果都供应好 价钱就下来 有些人就没有办法 对 我的怀疑有道理啊 之前 蔡英文当家 然后呢 人家疫情 向大陆很努力的去发展新疫苗去救民众 我们不是啊 我们努力的呢 挡疫苗进来 所以台湾 因为这个新冠疫情啊 死亡的情况非常的惨重 然后呢 就从口罩开始赚 疫苗 然后PCR 每一样都要赚 就是用台湾人的人命 然后让他们这些跟这个相关的官员有关系的这些人在赚钱 拿台湾人的命在赚钱 那如果连命都可以拿来赚钱 请问下 鸡蛋有何不可啊 而且鸡蛋是每天要吃的 如果每天赚啊 之前大家分啊 分到那个嘴巴都咧到耳朵后面去了 钱对他们来说比台湾的命 比台湾的生活 你吃不了鸡蛋有什么关系啊 我能够赚钱就就OK了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 为什么这个这个蔡当局民调这么低 这些官员啊 如果你要做列民调啊 发现台湾民众支持不了 因为你根本就不管我们的这个台湾的民生 不管台湾的人命 可是没关系啊 我只要能够把白花花的银子放到口袋里面 你们一般民众啊 我只有在什么时候 在选举前 我才把你们当人 选举以后你们没票了对不对 对不起啊 你们的这些人对我来说 只是赚钱的工具 PCR核酸检测 我二月的时候 从大陆飞回台湾 那台湾规定上飞机之前 要做核酸 在大陆以前 还没有放开 还是动态清零的时候 我每天在做核酸 或两天做一次核酸 哇 就跟我们在台湾去 7-11去超商一样啊 走路几分钟就到了 做一个核酸 在手机上就有报告了 从头到尾不用钱 零元我不用钱 那我现在上飞机 我要去做核酸 我到医院去做 我做一次核酸多少钱 施晨哥你猜 在台湾 以前是7000块台币一次 后来做到4500一次 对 我做过7000块的核酸 我也做过4500的核酸啊 天啊 然后现在呢 最便宜 听说有到3500台币一次核酸 然后我如果要飞回大陆 也要求台湾这边我要做核酸 我做一次就3500台币一次核酸 最便宜哦 有的还是4000多哦 那你猜我在大陆做核酸 我到医院去做核酸 做一次多少钱你猜 多少钱 合理啊 合理猜 100块人民币 200块 300 你猜100块200块人民币 等于台币400多块到800多块 对 你已经预期大陆比台湾便宜了 便宜 对 我做了一次是 就在2月就在上飞机前48小时坐的 16块人民币 等于64块台币 你信吗 我真的不信 我原来原来 可是他可以这么便宜啊 我以为他贵的不得了啊 天啊 台湾三四千块 大陆64块台币 好 那你核酸是这样子 鸡蛋 你鸡蛋搞什么鬼 真的搞什么鬼 对啊 然后 民进党 大家就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拜托大陆 卖给我们一些鸡蛋嘛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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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字在想这个事情啊 很近嘛 对啊 澳洲 澳洲 对啊 很远嘛 对啊 又贵啊 对不对 大陆 大陆 自己蛋也要自己吃 但是台湾人口少啊 你给他多 你给他买个几百万颗 买个一千万颗 对大陆来讲根本不算量 你假假假而已 对啊 对啊 农委会怎么说 农委会说 我们不考虑大陆鸡蛋 因为大陆鸡蛋有打抗生素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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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吗 我觉得之前就是跟那个当初的疫苗一样 怎么样都要挡住大陆的疫苗 后来是民间的单位 包括郭台铭等等这些人啊 包括这个相关的组织 然后他才这个万般不愿意的 要进口大陆的疫苗 对不对 就是同样的道理嘛 大陆的鸡蛋一样 就是跟之前你刚的怀疑一样 不行啊 我今天一旦进口大陆的这个 这个所谓鸡蛋之后 大陆鸡蛋那么多 源源不绝地供应到台湾来 完蛋了 现在台湾随便一盒蛋啊 你刚之前讲60几块 我下8块掉下来了 为什么 60几块的蛋现在买不到了 60块的蛋大概就是一斤 600公克 一斤60几块 现在买不到了 现在去杂货店都要70几块 那一般的大卖场啊 就是一盒啊 最便宜起跳99块 有人曾经买过之前 买过一盒170块钱的鸡蛋啊 那这种趋势 而且那一百多块的鸡蛋 还不是那种贵的有鸡蛋 就是普通的 不是不是不是 然后我跟你讲 最糟糕的是第一个 现在蛋越来越贵 第二个 越来越买不到 台湾很多知名的店啊 包括卖米南鱼叫做 鸡仔间 对 都已经说快要不供应蛋了 有些 有些这个卖蛋糕的 好像也是台南 因为之前是台南人 台南因为卖蛋糕了 现在只能供应 每天只能供应大概 这个原来的大概只有大概七成 甚至越低的这样的蛋糕 为什么没蛋了 这这种趋势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趋势 没有缓解 我们那个行政部门的负责人 陈建仁说 本来是三月初 然后现在变三月底可以缓解 智写我想请问一下 吃蛋什么叫做缓解 什么叫缓解 就是本来是一个礼拜吃不到一颗的 现在可以三天吃到一颗 这叫缓解吗 这叫鬼扯 我听到有卖鹅仔间的贴个公告说 鹅仔间没有蛋 没有蛋 还有就是蛋炒饭不加蛋 没有蛋 蛋炒饭不加蛋 然后那个 而且我跟你讲 那个日式连锁店 我昨天经过的 本来我们那种温泉蛋可以单叫 就是它本来是 可以一颗一颗20块钱 现在对不起 你只能买有负温泉蛋的这种套餐 可以有这个所谓的温泉蛋 你不可以单叫 因为它也没蛋 都这样子 所以这个蛋没有了 然后我现在听说南部又缺水了 对 缺水了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你要知道像台积电这一种企业 它需要大量的水 对 然后台湾 长期缺电 对 民进党又坚决反对核四 所以不断的要什么 风电啊 光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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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然后现在马上夏天要来 台湾的用电高峰是夏天 对 现在已经开始不知道怎么办 夏天 今年夏天又要缺电了 所以缺电缺水缺氮 那缺电缺水缺氮的源头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官员 对 没错 就是这样子 智显 你知道前阵子我们的那个 经济经济部长叫王美花说 哎没关系没电对不对 可以用水力发电 那有人问他说 你是要不知道真文水库现在 储水量剩10% 然后都就哎呦 那怎么办呢 改变一个说法 哎呦 我们中部的水呢 可以拿来发电 中部的水现在是多了一点 可是你知道吗 我们缺水可能缺少5月 5月只是只是预估哦 那那些水不拿来喝 拿来发电 你能发多少电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 我们的台电说啊 哎呦 你们这些啊 这个电这工厂干嘛 最好啊 最好 自己自备发电机 我请问你自备发电机 你能供多少电 你知道以前 蔡英文啊 没有当领导人说 哎呦我计算过 就算没有核四 台湾电也不缺啊 我们绝对不缺 也不会涨电价 当年啊民营党这个 在野的时候 记不记得之前讲一句话 你们国民党长电啊 故意这样 谁要盖核四啊 请问一下 你现在这个领导人当了快八年了 你有找到一度电出来吗 鬼扯淡嘛 对不对 他就是把嘉义台南高雄很多很好的田上好的农田上面盖了光电板 然后余温盖光电板子 所以农田不能耕 余温也不好 然后变成一个有暴力的光电产业 没错 我觉得有我想到有个方法可以改变台湾缺电的问题 绝对有用 什么用 怎么做 叫民党出来用脚踏车人力发电给我们台湾用 美花每天踩脚踏车用脚踏车发电给我们用 用爱发电嘛 对啊 对啊 你想 我跟你讲 之前我跟你讲 他们现在已经没招了 所以他们胡说八道 我曾在电视上讲过 我说你怎么能这样王美花讲 对不起啊 当年这个蔡英文胡说八道 我只好跟着他远谎 什么水利发电这些东西 台湾就是没电 我们核二厂的二号机要停工了 它每天发电量90 我记得90几万千瓦 你现在拿什么替代 一度电 每个发电量它是固定的 我们都叫基载电力 现在我们能顶上的这些电都顶不上 到时候 之前我们还没有夏天 等到了夏天 你说台湾老百姓怎么办 到时候他又跟你胡说八道 然后电力又不稳 然后又没水 又没有蛋 没关系 他都无所谓的 他等要全决 没关系 没关系的 人家要跟美国合作 美国要把他放在亚洲的弹药库 改弯在台湾 改弯在台湾 台湾没有水 没有水 没有电 没有蛋 但是有美国的弹药库 怎么样 牛猫 对啊 牛啊 而且还把 都已经要淘汰过时的地雷 世界各国没有人在用地雷的 要在台湾要埋地雷 你觉得很好 到最后炸死的可能都是台湾人 没关系 美国只要卖给你就行了 好 可是民进党它可以这样子 为什么 就是国民党争气吗 对 请问一下 你是国民党员吧 嗯 我曾经是 我曾经是 请问一下 国民党有战斗意志吗 有团结勇气吗 国民党有格局保护台湾的利益吗 还是国民党只是每个人在维护自己的权益 然后内斗 而且也跟民进党拿相跟败 跟民进党一起抢着要去跟美国拉关系 国民党在干嘛 对啊 你知道现在大家认为国民党的主席叫朱立伦 朱立伦跟美国的关系大家就千丝万缕 然后问题在于说说你没有办法跟民进党做切割 然后呢对于中国我们整个大中国的未来 你也不敢有像我老师洪秀柱这样非常积极的主张 对不对 然后呢大家认为说你他是民进党对不对 你现在搞了半天呢 你的主张感觉像民进二党 对啊 然后呢前阵子赢了选举对不对 然后就开始在那边争权夺利 哎呀这个立法机构的民代要什么 什么要什么世代轮梯啊世代交替 我跟你讲 人民看了就觉得非常的烦 所以这次南投补选输了啊 就这么回事啊 国民党啊就是吃不了三天好饭 然后呢就害怕就是你不敢有你明确的主张 然后这刚刚之前讲没错 我感觉上就是那跟这个民进党拿箱跟拜 拜了半天那到你国民党跟民进党有什么不一样 你跟我讲一下啊啊感觉没什么不一样啊 那你国民党这个监督所谓的这个民进党是感觉上你有气无力啊 对不对 所以大家认为说那那到时候我真的要扶你上去吗 扶你上去以后那如果还是这个德性 我忙了半天白忙一场有什么用啊 所以这就是大家对国民党的感觉啊 诗诚哥你也在台湾的社会里面混很久了 就是在这个江湖里面遭种啊 台湾现在的经济到底好不好嘞 很多民进党 尤其是民进党说 哎呀你看我们经济数字很漂亮啊 你看我们的GDP年年增高啊 我们经济很好啊 可是我在看到社会上 看到很多我以前喜欢的餐厅都倒了 我看到很多地方又都找不到工人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可是年轻人的薪水又很低 对 然后好的工作机会又很少 这个到底到底什么才是真的呢 你说啊 之前我给您报告 台湾之所以我们这个蔡当局可以这个唬烂台湾民众的有一大点 就是大陆对台湾还是非常的善意 所以呢我们的初超 我们大量的初超都是来自于大陆 在前年初超1700亿美金就是台商 据说去年更多去年还没统计出来 然后呢他就拿这些初超 哎呀你看台湾经济不错 哎呀你看我们的这个这个贸易怎么样很好 这是一点这是拿这些数字来骗的 一般老百姓哎呀我们的GDP 然后我们的这个月所得 哎呀接近什么几万美金 但是台币贬值 因为台币贬值 你去看看现在这些就业人口谁的月薪 超过月薪超过5万的很少 前阵子有个统计数字就是有一个平均数 然后呢台湾大概平均数大概5万多干嘛的 在这个平均数以下的就业人口几乎 精确数字光线几乎占了四五成以上 也就是台湾的大部分就业人口都 就是就是月薪啊都不到5万块 都6万块以下 这是台湾的现实情况 可是他都骗你 然后台湾为什么你知道之前在听我讲 为什么找不到这个人 因为第一个台湾年轻人少 第二个台湾的基本工资非常低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外送平台 年轻人通通去做这个 因为我做一件就赚一件 我赚时间内我这么一个月可以拿到 这个5 6万台币以上 然后其他的行业都找不到人 哎呀我提高薪什么四五万都没有让做 因为非常累 所以前阵子有个观光饭店的总经理 自己跑出来整理房间 为什么他找不到人 我可以要我是年轻人 如果我 我不想太多的话 我会去做外送平台 送多一点我可以5 6 7 8万 可是在这些观光饭店 一个月了不起4万多 我当然不要做 而且累得要是一天要做八九个小时 就这样子啊 赚不了钱 其实一个大的大的一个picture就是说 台湾看到的漂亮的GDP 它绝大多数的数字来自科技业 来自出口 对 那出口跟科技业又集中在中大型的上市上柜公司 对 所以那这些是有限的 他雇佣的人是很少的 尤其是科技业的员工是少的 所以你拿掉这些以后 剩下的钱 变成所有的台湾人去平均下来 其实是很少的 对 台湾真正的内需的产业 其实是很差劲 很糟糕 很差 所以他就养不活那么多餐厅 养不活那么多的饭店 然后呢 很多饭店平常都没有生意 只有在周末 长周末有一点生意 那当然过去疫情有三年的时间很惨 所以台湾现在整个其实是很糟糕 然后现在又变成是物价又涨 鸡蛋也涨 所以店价好像又要涨 对 要涨 要涨 施诚哥 你说你 你 给我一个结论吧 台湾人民要怎么办 唉 我跟你讲 台湾人民 现在只有 第一个就是 2020要选举了 只有换个领导人先换 先换再说 我们讲难听一点 两害相权取其心 国民党感觉上 像是有点像烂泥扶上墙 可是比起 比起这个要台湾人民众的 这个民进党要至少要好一点 然后立法机构的名代要换 不然的话你知道吗 之前很糟糕的一点是 他们整个的立法 民进党立法机构的名代呢 那是一个共犯结构 通过了很多法律 就把台湾民众辛辛苦苦赚来的纳税钱全部花光光 记不记得前瞻预算 记不记得新竹球场 从3亿台币预算变成13亿 然后感觉上是盖了一个废土的一个球场 还有我们的球员都受伤 之前你以为只有新竹球场干这种事情 前瞻计划几千亿的预算都拿来这样挖 拿来招待自己人 所以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善的话 我跟你讲台湾迟早会被掏空 那再来就是说 你知道吗 很多地方怎么选都是我家的 对不对 怎么选都是我家的 这次你看台南议会议长选举 你看看他们一大早就在讨论 议长副议长怎么买票 他们根本不讨论议员 为什么 滚上的 没关系 那台湾民众不管哪里都一样 台湾民众不要被政治人物牵着鼻子走 这是非常重要 台湾人 基于自救跟自保 我们要下架民进党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 但是国民党也不要自认为台湾人别无选择 然后就摆烂 觉得说反正你就是要投我 所以只有国民党更好 国民党更清廉 国民党更能保卫台湾人的利益 对 这样的话你选举就会更轻松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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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结果下 台湾人可能可以稍稍微微看能不能够迎来一丝的曙光 真的 我个人是觉得如果台湾的人没有在两岸的关系想清楚看明白做出对两岸人民对台湾人最好的选择而是闭着眼睛跟着美国跑每天要抗中要反中不管是谁上来结局都会很悲惨 因为美国把弹药放在台湾 美国把地雷放在台湾 如果国民党也要走民进党的路子跟美国勾结 那台湾人的下场也是一样凄惨 谢谢施诚哥 谢谢 拜拜 拜拜 还在买弹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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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